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 今天我負責的是DG品牌這一塊 也許我們也可以講 銀杏冠軍 大部分在台灣 這是屬於B2B的Business 負責這一塊 那DG在台灣25年服務了應該有大概500多個企業 250個是屬於B2B的企業 那不少是應該算是銀杏冠軍嘛 就是我們一般消費民眾可能沒有聽過這些牌子 不過他們在他們的產業還是有一些成功 他們有一些影響力 那我開始做分享之前 我先稍微分享一下 過去我在很多演講裡面 我會提到性價比 早上院長是在提這個嘛 我們很多台灣的企業 其實是靠性價比這個概念 成功 不過性價比這件事情 要在這方面去 建立差異化 競爭力 好像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台灣已經 世界已經改變了嘛 台灣也改變了 所以過去 去用性價比去建立成功的企業 已經是不work 同時我有發現在 近幾年我們合作的幾個 幾個客戶 其實他們的成功 真的不是建立在性價比上面 反而是在另外三個資助 上面 去建立成功 我想跟大家今天去分享 我們看到的是那三件事情的 那 Phoebe早上有提說 她覺得產品很重要 我也認同嘛 你一定要有好產品 不過在三個這個資助之下 產品 不是一個 我們可以先把產品放在後方 我覺得其實是另外三件事情 是更重要 第一個 其實是跟市場有關 我們要對市場有敏感度 要了解了 第二個是我們自己本身 對企業的期待 要有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第三個是人本身 我一個一個答一下 關於市場來講的話 我想這個應該蠻清楚嘛 我們要了解 市場存在的一個機會是什麼 我們一定要看得到市場的機會 其實台灣企業對這一塊相當敏感了 可能有看到市場在變 有某一個什麼機會出來 我們應該開始投資了 不過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必須要去了解 客戶的這個 什麼在驅動它 它的需求在什麼地方 不是單了解市場的機會 更要了解消費者 或者是B2B的客人 它的要被滿足的需求是什麼 這個也很重要 關於商業本身的 企業要有能力 其實檢安特也可以很成功 一部分是因為它的研發能力 它的生產能力是到位 也可以說是全球一流的 這個要有 公司一定要存在某一種 在商業上面的一個能力 除此之外 我們要有企圖心 如果說沒有企圖心 其實公司不會往前走 要一個大的一個目標 在那邊我們是在追著走 這個也是很重要 從Business上面的角度來講 那如果我們看人的地方 我想有兩個 第一個 我們要了解 我們可以 我們自己在貢獻給客戶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企業本身的這個能力 我們能帶給客戶的一個價值是哪一方面 然後一個非常重要 越來越重要在台灣的是 員工本身的這個motivation 就是在公司裡頭 員工自己本身的驅動力 他要付出 他要努力 是為了什麼 這個也是很關鍵 這個有點抽象 我想先分享一個一個例子 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我用IBM 我用IBM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可能對它 稍微比較容易去了解這個公司 我們都知道這個公司是誰 它是做什麼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發現 其實產品不是那麼重要 IBM剛開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是做 這個大字機嘛 Typewriter 的產品 他現在已經不做這個 他現在已經不做這個 所以產品 其實是 在一個公司的成功裡頭 不見得是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IBM是在 十年前遇到了 一個很大的一個市場的轉變 大家應該會記得嘛 就金融海銷 這個時候 從IBM的角度來講的話 當時候絕大部分它的生意是來自企業 不過經濟有出問題的時候 企業第一個會卡的是什麼 就是外面的顧問 所以IBM的business會被切掉 But IBM很聰明 他了解 有另外一個新客戶會跑出來 那個機會是什麼 就是政府在開始做投資 因為政府要確保市場是 還是 有錢在滾嘛 有機會在那一邊的 所以政府會出來去做投資 那 什麼motivation存在的 這個錢從 比方說從上面的 從政府下來到 不管是城市 政府 或是州政府 省政府 這些單位 要 投資這個錢 他要投資什麼 對不對 基本上他會有他自己的一個 目標在那邊 他要確保他花這個錢是花在道口上面 他是有他的 幫助跟協助 對 IBM本身的 從企業的角度來講的話 他第一個 他有這個 相當龐大在資訊方面的 一些know-how 就是這個公司 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建立出來的一些能力 然後除此之外 他有一個很大的 ambition 他希望在 這個市場裡頭 幾年內達到 滿大的一個金額嘛 30億 30億 這個銷售量 然後在 5年內 達到 100億 這個生意的一個機會 所以他有那個目標在那邊 去達成 去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從人的角度來講 從人的角度來講 他很清楚 他的 對客戶的一個價值是在 提供這個 資訊的一些know-how 幫助這些企業 不是企業 幫助這些政府 用資訊去提升他們在 管理 不管是 不同的資源 交通等等的 一些 他們需要投資的地方 然後最後 員工本身 他們 的期待 是可以 應用他們這些know-how 去幫助政府 去做個提升 這些三個 資訊加起來了 就是創造出 當時候 IBM 十年前的這樣一個機會 不過 他也遇到一個問題 他這個問題是怎麼去 刺激 怎麼去催化出 這個商業的機會 這個行程 怎麼去讓所有的員工 了解公司是在 前往這個方向 要去爭取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這塊 其實 是 Branding 所提供的一個價值 或是一個貢獻 他那一年 他想到一個idea 就叫 Smarter Planet 這個概念 那Smarter Planet 變成是他十年來在宣傳推廣的一個概念 駕馭政府 其實他可以透過 在資訊方面的投資 去提升很多 國家 州政府 市政府的一些 這個效率 改進很多 他在做的 不管是在水資源 交通 都市 政府本身的一些 管理機制等等的 所以Smarter Planet 變成是一個核心的概念 去催化出來 這三個自助 的一個 一個行程 一個 脈動 往前走 那他的影響力 其實相當大 我們可以看在 2008年 2009年 他退出 然後股價 從那時候 就開始飆往上面走 其實這個也變成 不只是對內的一個宣傳 他也是對外開始 去影響到市場 那IBM這不是他第一次做了 這件事情 他也是在 1995年 遇到了這個 Internet的時代 推出一個叫 e-business的概念 一樣 那個是催化出 相當不錯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成長 在他公司裡面 所以這種 概念性的東西 也許我們可以說是品牌 是可以去drive 一家公司的一個 一個成功 那我們 在台灣的企業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 某一方面 我們三個那個 自助 都是存在的 不過40年來 我們都是靠 單一個概念 叫 性價比 或是CP值 這個東西 我們是用這個idea 在drive我們公司 內部的一些思考 或是市場對我們的 一些了解 不過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是遇上了困擾 因為台灣的公司 真正的差異化 其實已經不見得 是在這邊的 不是在提供 最便宜的一個 價格 然後在一個好產品上面 我們需要去找 新的idea 在drive 然後我們在DDG 我們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 品牌催化劑 也就是一個理念 一個概念 是可以驅動 一家公司 對它自己 對自己的了解 那更是市場 對它的一個了解 然後 我們在 好幾個專案 在台灣 在執行 是以這樣子的形式 在帶動 一家企業的一個 從一個 所謂的隱形 的一個位置 變成是 更高的知名度 我想分享一個叫 EcoV 這公司叫 昆鼎 昆鼎 昆鼎是在做 跟 資源循環有關的 這方面的一些服務 它在台灣是 算是最大的 所以不少我們在台灣的 資源循環 不管是水資源 或是垃圾處理 大家知道很多我們的垃圾是 進入 這家公司 最早進入了這個領域 也算是目前台灣最大 然後技術最領先的一家公司 那 我先跟你分享一下 我們 在它公司這個 這個裡頭 我們找到的一個 一個概念去drive 它叫資源循環效能 resource cycling efficiency 這個概念 這個 但這個概念 其實在近幾年 是協助了這個公司 跨到海外市場去了 然後有相當不錯的一個呈現 因為它現在有一個 對我自己了解了 然後對市場溝通的一個訊息 在drive 這公司 它的目標 其實是要 踏到國際市場去了 不要只有在台灣服務 然後另外一個 它希望從一個 比較被動的一個 做商業開發 變成更主動的在做了 當然它在面對的 會面對的好幾個大問題 因為海外市場 會有國際的競爭對手 包含 Veolia 這個是來自法國 Suez 也是來自法國 這些非常非常大的企業 國際的企業 Ramondas 是來自德國的 也是屬於這個領域的 那麼 Ecov本身呢 它看到的機會 其實是在東南亞 東南亞的挑戰是 經濟成長 人口成長 不過這種資源 處理的問題 垃圾 水資源的 越越大 他們希望 可以找到方法 去克服這方面的一些問題 這是他們的動力 那 Ecov本身 在這個領域 已經有30年 在台灣 做這方面的一些經驗 它有企圖心 可以到海外去 50%的收入 要來自海外的一些訂單 然後 他們在台灣有經驗 所以他們知道 他們對這些 東南亞的國家 是會有一些協助 或是價值啊 然後從員工的角度來講的話 Ecov其實就像很多台灣的B2B公司 是工程師導向的一個企業 他們很喜歡數據 他們很喜歡用數據來管理 自己在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創造出一種 蠻獨特的一個文化 不斷地在提升效能 什麼叫效能呢 比如說今天一頓垃圾 能換成一個MW的電 你能不能把那個一頓 換成兩個MW的電 這是一個提升整個效能的部分 他們是專注在這一塊 不過 那一年開始跟他們合作 基本上這是他們對外呈現的一個樣子 這樣的一個理念 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是不存在的 在他們的溝通 它是存在在公司裡面 不過它沒有存在在他的溝通裡面 所以 員工對於這個 也沒有非常了解或是有感受 更不要去講外面 所以雖然這家公司 有那三個資助 準備好了 它少了一點東西 再驅動這件事情的行程 就像IBM 那我們是經過了一個process 去思考一下 有什麼概念 真的是可以 催化這家公司 真的是可以符合市場的需求 同時也是符合很重要的 員工對自我的一些感受跟了解了 因為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來自員工 然後我們經過這個process 其實就是抓到資源循環效能 這一件事情的 每年再提升 我們在管理資源的方法的效能 因而去幫助了環境的一個提升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資源 轉換成百分之一百的結果 你一定會有所謂的流失 不過你能不能每年再提升這個東西 那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雖然它是在公司裡面 我們可以開始用這個來催化很多的 新的一些思考跟想法 也就是說這個概念放在公司最核心的位置 然後它能開始去影響到所有公司在思考 在談的跟在做的事情 包含內部員工的溝通 也包含對外部的一個宣傳 然後它給我們很明確的一些方向 關於我們要發展什麼樣的訊息 什麼樣的理念來對外去溝通 所以包含不管是slogan的撰寫 或是整體去溝通這家公司的貢獻的價值 或是影響到市場 我們連介紹案子 過去的案子的方法 也開始有所影響 跟之前我們看到的那個 就是昆鼎的那個呈現的樣子 跟這個差其實蠻多的 那個差別是在於 我們是用催化劑 支援循環效能這個概念去drive 我們這一些文案的撰寫 甚至說我們圖表的設計 也都是從效能這個概念出發去影響到 網站的設計 所有網站設計的內容 呈現的內容也都是這裡出發 甚至這個還影響到我們說 我們應該要寫一些白皮書 關於效能這件事情 要如何去提升 橫跨在不同的一些產業 不管那個是分化爐 還是太陽能 還是水資源 然後之後這些資料 是可以跟東南亞的國家去做分享 做了這些事情 有了這個概念 在drive公司的時候 他也更有自信的到海外市場去發表 去分享 因為這個變成一個是在 可以催化他對他自己的一些了解跟想法 變得非常重要 因而ECOV在最近兩年 其實簽了不少海外的一些 新的一些方案的contract 然後這個原本可能就是在台灣一個影響冠軍 慢慢開始去影響到東南亞市場 開始跟這些海外的競爭對手 剛剛看到的Veolia Suez 直接的去競爭 甚至爭取一些案子 我想今天我主要想要分享的是 首先的是 如果企業要成功的話 他必須要抓住這三個事情 他必須要了解市場的機會 市場的需求 公司本身必須要有能力存在 他也是要有目標 還有事情在追 最後我們要去了解我們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然後了解員工的驅動力是來自什麼地方 然後如果說我們有這三件事情是在一起做好了 再加上一個所謂的催化劑的一個概念 其實可以催化出相當大的一個改變跟影響力 好 今天的分享是到這一邊 謝謝 KB 經典 M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